另外今天Anson在這裡說一下英國那邊好像有車載的Brainstone 就是這個Launcher 是的這個Toyota科技樹 出現了這個科技樹 大家看看圖片 哇 你看多誇張 整個車放在那裡 嘈嘈嘈 這樣射 很囂張啊大哥 你用Toyota科技 這個科技又是正氣功 這個為什麼這麼像長釘的車 這個其實是Brainstone 射出去的那些 但是那輛Toyota是Toyota的Pick-up truck 看到就像我一樣 行啊 後面那塊東西就是靠不知哪個國家的engineer 後面加了一個發射架 就可以射Brainstone 因為這次是特意給Brain 因為看到是俄軍 看到是Brainstone 1 那為什麼是Brainstone 1不是Brainstone 2 3呢 因為雖然Brainstone 1的射程是最短的 但是Brainstone 2 3是先準一點 準一點 以及射程長一點 Brainstone好像六射十幾公里 然後如果你是遠 Brainstone 3的六射都超過差不多一百公里 但是不過Brainstone 1有個好處 它不用雷達的 它射完出去 你就是為一個Hit Seeker 你只能射之前 可能那堆的Brainstone 入了program 你想射什麼 之後就可以隨便找個什麼架射出去就可以了 不用再用雷達引導了 它射完出去 自己會打下去 所以Brainstone 1的好處就是不用用雷達引導 所以我可以讓這一次的案子 換個TOYOTA射出來都可以 沒問題 所以這個我覺得很意識 happy 捐TOYOTA 捐TOYOTA就可以了 捐不到軍工不用又捐TOYOTA TOYOTA很勇氣 因為它的射程 大概是20公里左右 12公里也講他們 二十公里左右 所以其實也夠做 如果你說打附近短的目標 不過現在的氾濫飛彈 會不會將它放入快艇呢 有機會 可以的 你放到快艇就好 在海上面周圍移動 那你無所謂了 12英里如果你放在艇裡 就可以去到很遠 Brainstone這次 它這麼多飛一起發下去 就算有多大的dispersion 也沒有問題 有兩取勝 Brainstone的dispersion 大概沒有雷達引導之下 不是吧 其實Brainstone它除了可以反艦之外 可以反坦克的 其實是可以 它是對艦對綠的 它根本就是一架Toyota 放這麼多飛Brainstone 浪射過去應該 都可以的 可能放在Odessa那裏 進行反艦裝置 旁邊很多的烏克蘭人都看著 應該是它自己弄出來 很 proud of它自己 這個Toyota的發明 這個Toyota的truck 才是現代 現代戰爭 特別是游擊戰最強的科技術 什麼都可以裝上去 什麼 當時尼比亞也是這樣 拿東西裝上去搞定 自己在家裡加工 又可以防空 又可以壓制地面 多厲害 之前也有一個我看到一個圖 在他們用了一個西北風 裝上那個尾的truck那裏 就可以拿來用 挺好用 可以當作防空飛彈 這樣用的 挺正的 日本捐Toyota會鵝佬發老皮 會不會 發老皮也沒用 你不讓我買Toyota過去嗎 做生意不行 鵝佬發老皮也不能顧日本 他現在很頭癢 然後芬蘭又說要入北約 芬蘭定了 星期六交表 入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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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 你也說 瑞典也沒想 俄羅斯說 星期五會剪去芬蘭的天然氣 他剪了 現在沒人怕 他剪了 他選錯時候 你要剪 冬天剪 現在春天是來的 暫時不用用這麼多 你說的 芬蘭其實我覺得他現在 反面也是時候 他天然氣都要用到俄羅斯 但是你看到現在這一刻 他這樣反 之後再做其他供應 挪威那些 應該都有後路 都計好數目才過來 其實 我想波蘭和芬蘭他們的天然氣 都會有儲存量的 都可以頂一盡的 都不怕的了 你現在還沒到冬天 你就整個夏天 整年幫你去準備 幫你去Source 天然氣 應該夏年冬天之前 什麼都搞定 對 好像卡塔斯那邊 是可以駁得到過去 對嗎 卡塔斯 現在英國 問卡塔斯 英國美國 問卡塔斯 可以駁過去 跟著 就算不夠的 現在 英國 挪威和荷蘭 都在想 可不可以在北海油田家產 因為北海油田 是有天然氣的 但是北海油田 那個地點 可能之前講過 集中有個圖 挺有趣的 北海油田是三個國家分開了 英國方面是石油為主的 那個北海油田 而在荷蘭和挪威那輯的北海油田 就以天然氣為主 那可能挪威 可能會幫到他看看 有一個斯卡塔斯的兄弟 找他去輸天然氣過 去芬蘭 甚至瑞典 應該就可以 看看 今年冬天之前 搞不搞一點 以及芬蘭只有五百多萬人口 的需求 應該是比較大的 相信 哇 這次很棒 這次北歐五兄弟齊齊齊 入室北分 北歐五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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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島的洋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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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 對呀 有我們美國在這裡 碰啦 碰啦 沒有問題 冰島這個位置這麼重要 是定海神針來的 就在英國加領蘭中間這個位置 哇 這個位置一穿就糟糕了 這個位置一穿 其實當年冷戰 就算二戰 冰島這個位置也守得很緊 對呀 比當年的德國 當年的蘇聯 現在的俄羅斯 不讓他可以衝進大西洋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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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欧洲那边的天然气管道 暂时好像要cut 俄罗斯就说cut不是正常的 然后乌克兰就不是要cut 那好像会影响三分之一的 这个输往欧洲那边的天然气 你也不是说不多 是不是现在要帮你戒毒人 戒毒热线打给乌克兰 大概是这个位置 开罐口打给乌克兰 对于强制戒毒 我们之前说戒毒有没有用尾沙铜 我们说之后的尾沙铜可能就是 俄罗斯买些油到其他地方 混合些油再买到欧洲那些就是尾沙铜 现在乌克兰就先帮你强制戒毒 戒天然气好吗 对于戒毒 我觉得这张照片很棒 先打给乌克兰 打给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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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给乌克兰 大招 你一限了別人的東西 你一出事就很麻煩了 你以後的信用都沒有了 現在全歐洲都在戒毒 俄羅斯就相上加上了 俄羅斯應該都很難去回到當年的威的情況 打烏克蘭這件事 之前都說過 根本就是這個蘇伊斯運河危機的翻版 不出手 由志可出手 我收屁 我們常常都說 普京算這麼多東西就算錯了自己的判斷 結果他現在都不知道怎麼收課 其實我覺得他 他還有一些幻想 但大家都知道他的幻想已經不太行 那些幻想是實際的 因為他現在其實都是剩下烏冬的 烏南這邊都不知道 烏南他是有優勢的 烏南他都暫時 反而我覺得烏冬 如果你在哈克夫附近 你失守了之後 你整個 伊斯運河的補給線就危險了 那你變了在鄧巴斯的 鉗營的戰略優勢就失去了 然後你變回到當年未開仗之前 在鄧巴斯前面又再戰豪拉腳戰 然後就變成活完活了 烏克蘭士兵就可以 抽到更加多的兵力 集中在烏南那裏去反攻 你進行反攻之後 你就變回打仗之前 但問題是之後 你又經歷制裁 竟然人家勾盟又不跟你玩 這樣你變成沒有任何的 基因之餘 你還要輸掉那些經濟利益 其實這個真的是 他一出兵那一刻就錯了 除非很快就加點了 但現在不是了 他出兵就可以了 不過那個規模那時候不太大 主要都是在克里米亞這邊上 打到烏冬小小的打 其實那時候也有優勢的 他還說要整個綠地走廊去摩爾多瓦 我心想你太大了 太大了 我們順便說一下烏冬的戰堡 烏冬就是我們之前也知道哈爾科夫那邊哈記夫 他的市中心就已經超 現在就很安全了 因為俄羅斯的 部隊基本上都撤到 遠離了他這個炮擊的範圍 暫時市中心安全 他開始向東部進軍 剛才Anson 聽說的 他不單止在威脅 E九武的那些 部隊的補給線 他基本上是想攔腰截斷他 馬兄這個像不像當時 當時在第一次波斯灣戰爭 美軍登陸那一刻的左勾拳 左勾拳 好像當年韓戰那樣 堅藏那樣直接一擊進去 打橫攔腰插 攔腰插 他現在這種打法 很美式 美式很喜歡找你的弱點直接插一刀 幫你放血 對 幫你放血 這個戰術是很美式的戰術 這個真的是 入圈也是 左勾拳也是 去過八年沒有 沒有鬆懈過 學了很多東西 對 還有現在在這一邊 這個城市 Rubitsne 烏克蘭都有報道 就是他那邊的軍隊暫時開始撤退 大家看到其實這一片的紅色區域越來越大 證明俄羅斯在這邊是有斬幕的 不斷向前 向內陸推進 就深入這個頓巴斯地區 但是問題是你的側翼被人在搞 他側翼這樣撤過來 不是開玩笑的 你到時 就是他的火炮 一撤斷了這個伊九武這些補給線之後 伊九武這裏要退 你這裏也要退 要不然你又一路被人撤過來 說你到時想走就走不了 如果一路撤過去會全籤的 因為全部M777這樣打過來 是真的全籤的 我覺得未必全籤的 他右下還有很多人給他走的 包圍是很難的 但是問題是他可以在側翼 即美國佬打仗最喜歡就是flank你 在側翼位打你 你又迫著要去 迫著要去防禦他 那你在防禦的時候 你原先這邊的 紅色人戰線又可以向前推 大家要記住他到時 這邊也會有M777的 是的 還有德國佬送那些爛鬼自走炮 法國又送自走炮 那都有用的 對不對 我相信他的空軍在這個 昨天 都是sky news 他預計烏克蘭的空軍會在這個三個星期之內 可以與俄羅斯爭奪到 烏東地區的制空權 我相信現在 在他幫他的空軍受安全 現在可以兩三個星期 我覺得在這個 拿完卡克之後 為什麼就是說 6月的時候會world全面反攻呢 我懷疑是因為烏克蘭的空軍準備程度 就是兩三個星期之後 他的空軍可以完成補血 可以再全面出擊和俄羅斯爭制空權 所以他之前的鎮燃司機說六月反攻 我覺得是有根有據的 我覺得六月是跟我們之前說的部署 炮彈所有人員的培訓 我們計算過數 如果這樣計算培訓九十門炮的人 你大概每門六至七個人組織 如果你去培訓過了百多人 其實計算了一數 你大概培訓到起碼都過一半人 可以去操控這些炮 其實做反攻就計算數差不多了 所以這些時間也計算了 現在在報期局 即下企報局 扎連司機想培訓局其實很明顯 俄羅斯想培訓局 我們現在看不清楚 不知道他想怎樣 俄羅斯我覺得他真的想吃完 整個東巴斯就完了 但問題是扎連司機給不來的手就先 扎連司機要修復全部領土 他說要 你要修復全部領土的話 他一定要攻進去 所以就看看東巴斯 在這個 究竟他吃到東巴斯 去做了一個防禦陣地快一點 還是烏克蘭 在這個Karkiv 的攔腰攻勢走得快一點 看看哪一個做得快一點 我覺得是一個時間 我自己預計 在短期這兩三個星期 俄羅斯會在東巴斯 進行一個很 希望他以取能力 大規模的進攻 就是希望在這個東巴斯 就拿了一個他理想的領土之後 設立一個防禦陣地 就準備承受在這個Karkiv那方面 或者對於Karsen Karsen在烏克蘭都進行一個 南方的反攻 Karsen現在暫時 好像未 實質的進展 好像消息不是那麼多 現在看到很多消息 都是來自Karkiv 其實另一個就是Karsen那邊 其實都有一個反攻 我相信俄羅斯 在Karsen已經有一個防禦陣地 我相信俄羅斯 在南乌那邊的第一階段的成果 我覺得他已經有 如果不然他不會這麼快 做了一個防禦陣地出來 而在東巴斯 他現在的防禦陣地 除了在開戰之前 本身這個半軍 設立了一個防禦陣地之外 在東巴斯而東北方面進軍 其實他不是一個很明確的防禦陣地 很明顯地他還未達到第一階段的作戰成果 當Karsen反攻之後 我會覺得在東巴斯東北的俄軍 他的誠實能力一定會比Karsen那邊低 因為Karsen已經進入了防禦陣地的方便 所以我會預期Karsen那方面會做得好 比在南乌那方面 南乌那方面 如果以烏克蘭最終的作戰目的 是要修復領土 我不當他克里米亞線 我會覺得你拿完Karsen回來之後 都已經是難了 將整個Karsen的地區要清空俄軍 是難過你在東北面 由Karsen去進攻ISOM的位置 是會比在南乌那方面更容易 是的 其實克松要拿回是難的 因為是重兵把守 而且他主要克松這方面 對俄羅斯來說 他都有大量的兵力 從克里米亞上來 佈置在這附近的陣地 所以他現在要拿回會有一場惡戰 戰線一來長 二來對方都是重兵把守 所以是比較難的 但是東部的話 我覺得起碼受得住 那條戰線東邊應該受得住 二來就是他在哈喀那邊 一直撤進來 他的側翼其實對俄羅斯來說 都騷擾性很大 是的 還有克松呢 其實你看回他城市佈局 是跟當年的Stalingrad很相似的 他又在河那邊 然後那條河分開了兩個城市兩邊 然後在俄羅斯在另一邊 不斷摸的另一頭 不斷運兵過去 你是很難撤斷他的補給線 就算你要圍了卡其去攻他也很難 反而ISOM就比較容易 因為你在撤斷補給線 你不用直接打進去 逼他退 反而是卡成尼切斷了他的補給線 我想現在他們的重心 就是烏克蘭 他很難兩線作戰 我覺得他現在比較多 都放在烏冬那邊 尤其是先修復了哈爾科夫線 所以大部分可能火炮 哈爾科夫應該就修復了 清了哈爾科夫 清了 阿爾科羅德的補給線截斷 接著就圍著你來打 你所有換軍來的就圍著來打 我想他們都有個先流策略 所以烏南這邊就會慢些 先清了烏冬這邊的勢力士